公園融機 接下來我請交通局回應交通的議題 再接下來我要請江世雄 江理事長 江結構技師來回應有關地址的事情 那 剛才 文明請給我影像第十四個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 以及我們現在的位置 有沒有公園 有 一定有 這個是中秋節的禮物 怎麼說呢 你看這個圖像的左上角 是原來的地方 那好啦 規劃我就換了公園用地 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 都市申請都市變更嘛 變成公園用地就好了 不要解釋那麼多嘛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好 你看看這個 我們八月三號的位置 的比例是這個數字 那就去申請都市計畫變成公園用地 數字是這個 然後呢 這條路再往北推 同時有些里民考慮到這個路的位置 所以它現在變成是一個弧形的位置之後 就是1.35 1.66 跟這邊有25公尺 這裡有20公尺 那我再說明一下就是說 真正的就是這樣講好了 8月26號 對不起 8月3號的時候 大家說 不要拆公園 然後 里長說 要畫牙 各位 我今天 這邊 代表是 是一個畫牙的敘述 意思就是說 是的 沒有錯 都市計畫 有改變 但是實質的都發局的都市設計審議 這個是一個真正的綠地公園加設施 綠地設施 這個數字不會騙人 只有比原來的多 沒有比原來的少 而且是軍部 這是綠地 我們來討論容積 各位剛才有說文山區225 都委會大約是兩個星期 是的 在文山區幾個基地是225 那是個都市計畫委員會的會議 那我們再回到都發局的都市設計 一樣會有準則 我跟各位說一下 2.5 對不起 225乘以1.3 等於292.5 等同300 在整個設計上來講 1.3是什麼 台北市的圖管規則 30%不計在都市計畫內 它是什麼 育嬰 拖勞 區民 禮民中心 跟社區商業 所以容積等同這一區 接下來我把時間給交通局 謝謝 1.3就390 那你就承諾變更為公園用地嘛 390 為什麼不能承諾變更為公園用地啊 剛剛兩位高先生 都是高先生提到 福德街巴上的這個禁止停車的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 路外 路外停車當然是我們交通的理想 希望 路就是給車子走 那 只供這個臨時停車上下課上下課 我想這是我們交通局在追求的一個理想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我剛才也聽到這兩個當地居民有這個需求 比如你有停車或者是有臨停上下課 或上下課的需求呢 我收到了 這個我們在後續的這個規劃裡面 我們會深入大家的考慮 謝謝 各位鄉親阿王 我大概簡短回應一下 剛剛提到一關地質還有結構安全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基地的地質調查報告 整個都已經出來了 應該也公布在網站上面 大家可以去查閱 那根據我們現在得到的所有的地質調查的資料 我們這個地方在靠南車這邊 雖然有海邊斷層的破裂帶存在 可是這個破裂帶大概也是在 我們地表面以下 在差不多十幾米到二十幾米的地方 那這表示什麼東西 這代表著說這個斷層活動到現在 根據我們用碳化 根據他們用碳化定年的方法來做 有四萬五千年呢 這個斷層是沒有活動的 所以說這個可以推測到的活動年代 是四萬五千年以前 這個台北斷層 所以中央地質調查所 也把我們這個台北斷層呢 它定義為非活動斷層 非活動斷層 所以它對基地的影響 並沒有那麼嚴重 那第二個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說 沿層 我們這個基地的沿層比較淺 就是沒有錯 根據地質調查報告 我們基地的沿盤 大概在地表底下 大概十二點五米到二十七米左右 可是這是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沿層越淺 對土壤的承載力越好 我們所有的將來開挖的地下室連續壁 都直接插在沿盤上面 那如果基地的那個地下室開挖 深一點的地方 超過十二米的地方 有些基礎就已經直接落在沿盤上面 那如果沒有在沿盤上面的地方 經過我們設計用機裝來處理的話 所有的載重也會直接落到沿盤上去 所以這樣的結構設計處理 將來這個新建的這些 不管設施或者是住宅 我絕對不會有結構安全的問題 這一點我請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還有需要 將來在設計的時候 也可以請市政府委託專業單位來審查 這對這些設計做一個比較專業的審查 幫各位把關 但另外我們這個基地也一直提到 大家一直提到有一個地化的問題 這個地化問題 事實上根據中間地調所 他公布這個潛視區 這整個地區都是地化潛能地區 可是我們在這邊也跟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 我們經過這個地基調查報告出來 我們這邊總共賺了二十個孔 二十個孔大部分的 我們土壤我們的地表面 以下一直到剛剛說的圓層 這中間的所有的土壤 大部分是黏土 大部分是黏土為主 黏土為主的意思代表是什麼 軟弱 軟弱黏土沒有關係 軟弱黏土我們可以用基礎來克服 但主要它是黏土 黏土它就不會有異化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這整個地區 絕對不是一個高潛能的土壤異化區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可以放心 其實你不是住在這個基地內 你住在周邊你的房子算是老舊的 可是你也可以放心 這個地區不會有土壤異化的問題 我大概簡單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進行 呃留會註 請問在哪邊 好謝謝 那麥克風麻煩準備 那接下來下一位是 真傳達真理長 謝謝 先想請教現在出席的各個鄉親們 贊成蓋在廣池蓋公營住宅的請舉手 有贊成的請舉手 OK兩票 OK三 贊成蓋公營住宅喔 在高樓層喔 贊成蓋喔 我要錄一下 OK 那羅科長 等一下 就是這些人 好 那相對的就是 反對的人比贊成的人還要多 好 那我現在呢 要告訴 要先讓大家有個想 瞭解 他給我們的調查表 有可能收回去之後 要請他公開 否則呢 他可以作假 可以作票 所以呢 請大家 你在這一次的調查 請你公告 每個人贊成的 那些人的名字 聯絡方式 我們要去做查證 不要說這是個資的問題 那不然你就不要調查 因為我們知道 你會自己去篩了很多贊成的 然後呢 就把我們這些不贊成的 淹沒掉了 這就是做票 我們已經很多次溝通 溝通的結果嗎 還是 市政府講他的 我們講我們的 完全沒有共識 所以這個公聽會 實際上是一個障眼的程序 只是儀式而已 OK 他根本沒有注意我們的名義 我們希望馬政府不要 馬政府 我希望柯市府不要像馬政府一樣 馬政府跟日盛生合作 那柯市府是不是跟另外一個建商合作 對 然後呢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 這是斷層帶 我們希望你要蓋公營住宅 要蓋在安全的地方 那他 調查報告出來 也說這個前半段這裡 南側呢 是斷層 那這個地方 我們請你把它蓋成公園 然後呢 讓我們不要有 將來公營住宅的人 不會在這裡 有這個生命的危險 那你們都不相信 都認為說 地址可以克服 好 那請你先把捷運蓋好了 再來開發廣執 因為呢 你在蓋捷運的時候 你就會碰到地址的問題 那你就會知道說 是不是真的能夠 技術上克服得了 就算你技術上克服得了 你要花很多錢 政府要花很多錢 去把它補強 那為什麼 你不把它蓋在安全的永春坪 你不用花那麼多的機會 去蓋 蓋在廣執上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 真傳達跟理長 下一位是林秀昌林議長